中文网站The Real Singapore以及相关社交媒体账户因违反专业准则被吊销法定级别执照 全岛超过130个地点举办全民清洁大行动鼓励居民自动自发清理区内的环境 到上海参加两岸论坛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大陆正面回应 全坛世纪之战美国拳王梅威瑟击败了菲律宾拳王帕奎奥保住19年来的独败记录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本地政论网站The Real Singapore真实新加坡和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 因为负责人违反了互联网专业准则被媒体发展管理局吊销法定级别执照 这也是当局第一次吊销有关执照 网站和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必须要在晚上约七点关闭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也欢迎大家下载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 八频道下段新闻是明天早上九点的晨光第一线 请您记得锁定 我是海杰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